斕畫與中國文化 ฮ夷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一新美術館 參加我們 一新文化系列港座的第七槐 年華與中國文化 在今天的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一身美术馆和我们今天的讲者 一身美术馆在今年的五月份正式开幕 作为一间非牟尼的民间美术馆 我们和不同的艺术家、收藏家 或者是文化机构合作 一起举办展览和出版刊物 向香港的公众宣扬中国的文化艺术 我们第一个展览 一身八年一途居藏二十世纪中国绘画 已经在今年的十月份正式圆满结束 第二个展览 一身二象 当代香港名家游画 也在十一月份的上旬正式开幕 为了配合今次的展览 我们的馆长杨春堂先生 继续推出一身文化系列的讲座 杨先生在博物馆工作超过四十年 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和在香港政府也有服务过 亦都在香港大学教授过中国文物 和博物馆学的课程 2013年开始 杨先生就担任一身美术馆的总监 去主持博物馆的工作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麻烦各位将所有的响扭装置 调教到正音或者震动的模式 多谢各位的合作 现在我们讲座正式开始 有请杨先生 谢谢 我们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的时候 要去哪里呢 去哪里呢 去哪地方呢 我们中文人就出了一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去的了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坐飞机就不在香港的 要去到山东 去到山东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古人认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在的时候 我们要去到山东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叫山东 那时候不是叫山东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山 我们祖先就认为 我们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在山里面 所以地狱呢 在大山里面 那山东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山呢 就是东岳 东岳就是现在的泰山 那就是这么多千千万万的 所以我们知道呢 为什么叫山岳这个岳 其实呢 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山里面 那在古代认为呢 这个地方在东边 就是现在的泰山 那就是这么多千千万万的 中国人 个个呢 都走入这个东岳那里 那我们很担心 几不够地方 擠身 在地府里面呢 买不到屋 在地府只能做一样东西 做鬼 是吧 那做鬼 都有鬼患 鬼满之患 那那些鬼 全部在东岳里面 又不知道怎么办 又在受苦 那因此呢 有些聪明的鬼 就怎么样呢 偷走出来 偷走出来 那于是呢 东岳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大山呢 就有个地獄之门 那这个地獄之门呢 就是呢 我要偷偷走出来的地方 那走出来呢 是犯法的 是偷渡的 那因此呢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 不知道这一只什么 不知道这一只什么 所以我們古人 如果怕鬼就把老虎放在那裡 吃鬼 老虎是畜生 因此有兩個人站在那裡 守著門口 這兩個人 一個叫做神徒 一個叫做玉女 就是兩個所謂的神仙 站在那裡 守著這個鬼門關 那這兩位神仙 這兩位武士 在東岳的地獄之門站在那裡很辛苦 工業不安全 好天曬落雨淋 那怎麼樣呢 因此在這裏 就有一棵大樹 那這棵是甚麼樹呢 桃樹 那當我們八年龜路要去東岳 行有個鬼門關 進去當然沒問題 好像入境那樣給一個護照 那一棵大樹 那入境的時候 就見到一隻大老虎在那裡 見到神徒 玉女又在那裡 就見到一棵很大的桃樹 那進去 跟著沒幾天想偷走出來 要不就給老虎吃 要不這兩個人就拿著一條 盧偉的位置 一條成熟 那便捉我了 捉鬼 那如果 我很聰明 走得掉 那隻老虎走得掉 但是也走不掉這棵桃樹 因為桃樹那種桃木有味道 會令到我肚子 走不遠 不要走 所以大家記住 入了鬼門關 很難出道理 那這個故事 告訴我們在生的人聽 我們有病 為什麼呢 鬼作怪 我們做事不順利 又有鬼作怪 這些鬼可能是小人 可能是例鬼 什麼鬼都有 因此我們的祖先在以前 如何去治鬼呢 把老虎放在那裡 那老虎 當然不是一隻真正的老虎放在那裡 是畫一隻老虎 那畫在哪裡 畫在門口那裡 就好像守著鬼門關那樣 老虎就吃光了 那不畫老虎呢 就畫這兩個神人了 神徒 玉女在那裡 那怕著這個法力也不夠呢 這道門呢 可能是雜木而已 什麼呢 拆木啊 漂亮一點的柚木啊 沒有用的 要買一塊圖木回來 在圖木上面就畫了老虎 在圖木上面就畫了兩個人 就是神徒和玉女 那神徒和玉女呢 那我們今時今日就畫她是誰 是門神 去守著門口 那你看到了 古人呢 就是科技和今日不同 但是他們的觀念呢 就是衛保平安 想你發達也好 健康長生也好 一切順利也好 就一定要捉鬼 住鬼 不要讓鬼影響自己 那怎麼辦呢 就要守著門口 那你看我們中國以前的屋 很少窗門 為什麼 因為窗門有賊會進來 有鬼會進來 所以是很少窗門 那空氣流通靠什麼呢 靠天井 靠那個通天在這裡吐氣 那如果你很窗門沒得說 那鬼叫你窗門 當然氣都沒得說 那你窗門這樣 根本沒錢買一塊圖木 那算了 鬼都怕了你 那到道教創立的時候 然後呢 那在圖木上面呢 就畫虎了 就變成了圖虎 那我們過年的時候 那什麼圖虎萬象根生 那樣 圖虎就像這件事 那你現在有沒有圖虎呢 我現在買圖虎是貴的 圖虎很貴 那所以這個典故就告訴他 就是我們祖先一路證明 有圖虎是有靈氣的 老虎可以自軌的 還有有兩個神人就是門神 是守護我們的家門 這個觀念在漢朝已經出現了 漢 魏晉南北朝到唐 如果你真是想要自軌 就沒辦法了 在門上畫這些公仔或者老虎出來 如果你信道 道教你就寫符 那這件事我帶了你去東岳 看了鬼門關 那我沒得進去 我這還未夠時間 那我就不進去 那有個團友問我 楊先生 東岳很小而已 那用什麼鬼滿之患 又不可以偷渡出來怎麼辦 那我們的祖先都很擔心這件事 一日以來就在泰山那裡 每個皇帝都在祭天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要東岳祭天 因為東岳泰山下面很多亡魂 所以要祭祭天 但是越來越多人都跑去東岳 怎麼辦呢 好在漢後期就出現了一個宗教信 叫佛教 佛教有一套理論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害怕中國人 我們 釋迦馬尼佛告訴我們 原來做了鬼之後 如果你是一個稍為做過善事的鬼 你又會輪迴投胎 你就不要偷渡在鬼門關走出來 你就去投胎 去做第二世 做人做馬做狗都好 因此你就不會在地府裡面佔一個名額 你進去一會兒 受了懲罰 你就去翻山了 所以佛道兩家的鶴鼠 就令到我們古人 死後都安樂了 不要緊 入了鬼門關做了鬼 原來都可以重生的 當然了 你好事就可以做一個好人 如果不是就做畜生 那這件事就是由漢進南北朝到唐 都是這樣的習俗 我又帶大家 入了士干隧道 去到宋朝 宋朝 我就不帶你去鄉下地方 帶你去城市 宋朝的城市 原來很熱鬧 因為有一幅公仔 你看過了 叫做清明想臥圖 一般旅行團 就去到一個城市的地方 當然是帶你去玩 剛才帶了各位去鬼門關之前 這次帶你們 譬如去香港 去香港通常 帶一些團友 一般的旅行的去什麼 海洋公園 迪士尼 我帶你去宋朝的迪士尼 宋朝的迪士尼 當然不是叫迪士尼 他又叫啞蛇 他又叫啞蛇 用英文翻譯叫film park 你走進去有什麼玩 你走進去的孩子 你尷尬 你要當中 你不打算 見到開香港 你不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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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 你不打算 即是现在的戏台 一个电影部分里面 可以几个欧栏 即是说有几个剧院 我小时候 马广告我小时候去泥院 泥院都有大戏看 有个很小型的剧场 那些演戏的演员 我记不到了 会不会已经成为大明星也不知道 为什么说是欧栏 这个宋朝 宋朝为什么可以出现这个现象呢? 因为宋朝的宵禁令是宽松了 一直以来 我们中国皇帝要统治人民 要宵禁 晚上不要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 周末军月十五元宵 个个一年一度走出来 开心得云了 约女朋友约男朋友 全都出来了 所以元宵 因为是cross 糟糕的 回到灯笼出来了 去找男女朋友 喝酒 所以歷史上我們有宵禁 到了香港十九世紀成為英國殖民地都有宵禁 所以宵禁這件事很長歷史 曾經早期一年得一兩日就是元宵節 但到後來治安好了 皇帝也不敢強權去統治 寬鬆了 宵禁就退遲了 因此宵禁有什麼? 有夜生活 以前沒有夜生活 以前你看電影 逛逛逛三更 三更已經睡著覺了 三更現在幾點? 十一、二點而已 十一、二點你個個還在銅鑼灣 如果在古代來說 有事發生的了 逛三更一定有事發生的 所以一定要回家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 有早茶喝有早事 有午時 午時要吃飯 有夜時 午時 午時吃飯 又要上班 午時吃飯 又要上班 下班就不回家 夜時 所以夜時 很多人去哪個地方? 去雅舍 一個城市裏面有很多雅舍 雅舍裏面有歐蘭 為何特別提出歐蘭呢? 因為歐蘭等於我們現在去劇院 劇場 你可以看什麼? 看魔術表演 看跳舞 看人唱歌 演戲也有 但是以前演戲 誰看? 皇帝看的 皇帝 庞朝皇帝 宮廷裏面 就將一班藝人 表演藝人 去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叫尼園 所以現在我們稱尼園子弟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唐代的時候 表演的靈人藝人 就集中在尼園 因此只有皇帝達官貴人 才有這樣的條件去看表演 但一到宋朝解放了這件事 哇 原來身上有錢就可以看了 所以可以去這個亞歇 入歐蘭了 我們看宋朝 那個記載 這個夜生活 去到亞歇 除了剛才所說之外 還有很多賣賣 其中一個賣賣 我很有趣 賣固衣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很窮 穿過的衣服就拿去賣 就是拿去當店 如果你有錢 想買一件新衣 就買別人穿的固衣 就當自己新衣 還有一件事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有一個商品 叫做紙畫 咦? 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追查這個紙畫 帶大家看 這個紙畫是什麼呢? 沒有騙你嗎? 我這個導遊 拿了道具出來的 這個紙畫 這個紙畫就是門神煉畫 你現在知道 我相信 大家都知道煉畫是怎麼回事 不過擔心你們 真的不清楚 我現在偷偷在電腦裡印出來 這張是門神的紙畫 那紙畫是宋朝的名字 因此我們現在還帶大家 在宋朝的城市 你不要說 這張是蓮畫 別人不知道在說什麼 因為蓮畫這個名字 去到清朝道光才出現 很後期 即是說 北宋開始 差不多一千年前 到道光 一百四零左右 是吧? 即是說 整個八八年 九八年 都沒有蓮畫這個名字 那宋朝叫做紙畫 明朝就叫做貼畫 紙畫因為它用紙寫出來 和宋朝 中國人的繪畫用的材料 即我也講過一個講座 講山水灣人物畫 宋朝人用 即是那些書生畫的畫 用什麼? 眷畫 是畫在詩跡品上 眷上面 這些就是紙上面 所以質料是不同的 這個很容易理解 紙和眷 哪個貴重 當然是眷貴重 明朝叫做貼畫 貼畫 就是這個貼字 告訴它 怎樣? 是貼上去的 即不是跨出來 那士人 達官貴人 那些文人畫的畫 就是什麼? 跨族 是跨出來的 無論後來 變成用孫子畫都好 都是跨出來的 不過這種年畫就是貼畫 那到清朝初期的時候 即是渡江之前 就叫什麼? 畫片 就是一塊字 一張畫 那這個呢 就是我帶大家 去到宋朝 就看到我們現在所謂的年畫 是一個歷史就是這樣 那這個年畫 可不可以推到唐呢? 暫時我們沒有考古證據 於是我只可以帶大家告訴你 宋之前 我們只可以去畫門神 寫圖符 畫一隻老符出來 那到宋朝的時候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呢? 那我又帶大家 不要只留戀電影圖 去其他地方逛逛 那我離開一個雅舍 去到城市 一個不是市中心的地方 發現了有一間政府辦的學校 那在當時來說 就叫官學 就是government school 這個很重要 中國有歷史以來 有沒有government school 如果政府辦一個學校 叫什麼? 是官去上課 internal training 內部培訓 是吧? 但是宋朝的政府 竟然間有一個這麼好的政策 是開學校 這個叫做州學 就是每個地方辦官學 還有一樣的厲害 他鼓勵民間辦private school 思納學校 那這些思納學校 就叫書院 所以宋朝一個大學者 朱熙 都自己有一間書院 這樣說 宋朝為什麼文學藝術這麼發達 因為教育普及 你可以去政府的官學讀書 但是你喜歡朱子 朱熙 喜歡楊子 楊春堂 那你就去新博物館上課 任君選擇 那竟然間 當時宋代的思納書院 是很吃香的 因為有朱子有楊子 那如果有錢的大家族呢 就說楊子 你不要在新廟室上課 我請你去我 別墅那裏教學 那些是為自己子弟教學 因此 那些大家族自己又開學校 這個學校 就是給自己的子女 那我帶大家看到 宋朝的城市裏面 起碼見到官學和書院 當然帶不到你去那些大家族 進去別人家裡看 但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大家族 本身都有 我們不能夠叫家學 就是家屬 就是私屬的屬 到這裏為止 你開學校 你跟著朱子楊子讀書 怎麼讀 要有書 那些書怎麼來 圖書館借 哪有書 去雅舍買書 所以要 要找書 送之前 我們讀書 那些書 又怎麼樣 就有本書 抄 抄書 一本本去抄 佛經要抄經 敦煌 發現那些是寫經 抄的 一本本抄 當你一本本抄的時候 你開官學 政府有錢 你就找很多人去抄 抄很多本書給人 你做私立學校 你怎麼樣 那你憑家子弟 怎麼去買到一本抄寫的書 很貴 所以因此 我們看到 除了官學書院之外 我又帶大家看到一個地方 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 當時 全中國 去美根 sambys ja 毒 點 印刷公司 印刷公司 viewed 我們都歧Ma 历史上每一个皇朝的大学 即是皇帝管治的大学 即是学校就叫郭子监 你要做到郭子监的领袖 就是大学的校长 每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大学校长 一个郭子监 因此北宋的时候 郭子监也要印书 书是怎样印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用木板刻一些字去印 用一块木板 刁了一些字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版本 去印它 郭子监在北宋的辩经 首府印的书 当然要漂亮 因为它有钱 有好的师傅去作词 但偏偏 辩经就等于现在的开封 原来没有漂亮的字 历史上中国人最漂亮的字在哪里 落洋子监 常常挂着这句诚言 不合格 要跟洋子读书 什么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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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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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州似一点 近一点 运州 温州 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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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一个人物 我们很同情他 四十年内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是谁 李后主 南唐的时候 李后主做了一个 对中国文化非常大的功劳 他是出了全中国有历史以来最美的字 所以如果你在拍卖行 在床下底 看到有一张纸写着情深堂 要么是假的 要么是李后主做的 那听天由命 李后主 就是你动他在位的时候 你动那个南唐的范围就没错了 杭州、辉州一大 就是江南 中国文房四宝 全部是他搞出来的 其中子南 南唐是五代 是唐与宋之间一个过渡的时代 在唐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的子都是一般的人 是原始阶段 虽然我们中国人有子 可以好做 很久在漢代都已经有子 但是那些很粗烈的子 到了五代 李旭因为他喜欢文学 他喜欢写文学作品 因此他要很漂亮的笔 很漂亮的墨 很漂亮的紫 其中 紫这个改良 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深的 因此五代之后 最漂亮的紫 就在哪里呢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费州、杭州一大 所以在北宋、汴京、开封 即使郭子监 要印靓书 都要怎样 要不就下去杭州买纸 不然 不如索性叫杭州去印 是吧 最无论是这么花功夫 所以 当时的杭州 就是我们中国印刷技术 最棒的 最棒的 四川是第二位 福建 你应该有福建人 有没有福建人 福建人排第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 历史上 杭州、梅州都是什么 政治经济的中心 即是四川 熟地 继续 不是熟 福建虽然是沿海 但是福建 我们中国东南沿海 福建、广东 发展是什么时候 是南宋开始 这是一个地运的 一个转变 好了 杭州 包括了郭子监的书 因为他印到漂亮书 政府印的书 是什么书 当然是宋太宗的书 是他的政治思想 孔子 即是中军外国 如果是大夫的医书 正统的医书 全部是历史上 差不多你做官 要考到科举 必定要读的书 如果我在宋朝 我要发达 我一直说过 我读书 考科举 不许书 那会不会真是做到官 是吧 因此宋朝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勇官 即是本应都不需要 这么多博物馆馆长 因为太多人毕业了 尽量收 但也有些做不到管长 做不到管长的那些 就是很失意 那么很失意的人是什么呢 做官就叫做事 做不到官就不是 不是的事人 就是不是事人 为什么呢 当然是不读政府指定的那些天书 考试都考得不合格 是吧 当然读一些古怪书 包括了咸诗书 那时候那些古怪书 在唐朝没有得古怪 因为要抄 抄你哪会花心机抄古怪书 但是现在发觉原来印刷 是便宜很多 所以这一帮不识的识人 就写很多古怪的诗词 印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这件事是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的 在宋朝 宋朝人文质彬彬 宋朝職弱 宋朝所谓武功不高强 其实这些我们全部都比贬移 一个宋代的成就 但是宋朝的伟大成就 是人民学科 以往一件文学的作品 是一篇文学的创作 是给自己看 给老朋友看 给皇帝看 给老板的専业官员看 但是自从印刷术普及之后 文学创作变成了什么 文学生产 是大量去做 大量印刷 所以做不到官的诗人 他为了要生存 大部分已经做了扎男 躲在家 不是生产 但是有些真的要养自己的时候 他就做什么 做不到官做什么 写文学作品 写文学作品的读者是什么人 就是一般的社会人 即是等于我们现在看书 有两种书 一种学术上的书 看得写着写着要考试之类 一种萧嫌的书 多类的八卦书 看了没什么所谓 看完就不用思想 所以宋朝出了这一类东西 这个印刷术 就令到 写文学 写经书 是可以大众化的 是可以大众化的 如果我带你们去北宋的汴京 南宋的临安 临安 临安就是现在的韩州 去参观 你就会看到 有 官家的印刷工厂 但是 除了这些官方的印刷工厂之外 原来还有 就是民营的 就是民营的 因此 如果你说印刷的版本 有官版 方版 这个方就指民间的作方 还有一个 就是比较少一点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些大有钱人自己去印书 自己印书是给自己的子弟 那当然不卖的 唯一卖的就是这种 这种书如果印得漂亮 我刚才说过了 我再重複一次 杭州 四川 福建 其他地方有没有 有 不过没有那么漂亮 这三个地方 就以福建 最多这些东西 因为福建为了要争取生意 什么都印 好书坏书什么书 总之印得出来 你给钱我就给你印了 所以 就是我们去到宋朝的时候 就看到 中国的印刷的技术 是有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 就令到 我们去到的电影院 那个雅舍 就除了见到印出来的书 还看见到印出来的书 那印出来的书呢 刚才我说过的就是纸画 首先 他们要印的就是门神 那印了一张门神 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买了 就不需要请人去画个门神出来 那你画个门神 有很多钱的 你请个画家画个门神 那为什么会做到纸画呢 就是有些做不到官的书生 做什么 除了生产文学做什么 替人画画 你有钱 他想请个人 在个门口画个老虎 我哪个啊 我杨春堂举手我去 我画 你给钱我画 收钱了一百块 那为什么要一百块我就画了 但去到另一主人家 扯不起他一百块 不要紧 你去个亚社买而已 一块而已 一块就买了一张印出来的门神 是不是 那就买了 于是就有生意了 我做画家就是说 我不可以原创画一幅门神 或者一只老虎 我怎么样 去替这些这样的作方 去起稿 画门神 老百姓不懂画画 老百姓不懂写字 但是老百姓 是不懂看字 但是他懂什么 他懂看画 他不懂写神图两个字 动了两个字 但是见到两个公仔 一左一右 很威猛 拿着武器 哎呀 这个是门神 所以去到宋朝的时候 就是以印门神为主 那还有一件事 就一印刹述 好了 那就 还多了一些题材 就是可以多画一些东西 除了画个神仙之外 除了或者虎之外 还画个鸡 为什么 三更半夜 因为那些鬼就走出来 但是一揭提 那些鬼就要走 所以 如果我们的门口就摆两只公鸡 那就是说那些鬼就害怕了 为什么呢 一见到公鸡就表示什么 天光 虽然是骗他 但是他都害怕 那一天光 他又是天光就走 那因此 在宋开始 一是画老虎 一是画鸡 那画神徒旭女之外 那原来 大家都听过 唐太宗 他睡不着觉 有两个大将军 屈慈慎 屈慈慎是一个少数民族 就是他不是汉人的样子 秦庆是很英俊的样子 一个英俊将军 他叫这些 唐太宗爷做得 亏心事多 睡不着觉 整晚失眠 于是这两个将军说 不要紧 是鬼作怪而已 我守着门口 没有人敢守门口 因为那些鬼会来 那两个将军说 没有人敢守着门口 那守着门口 经过一天天之后 崇带宗爷就睡觉 这个故事就传开了 因此 那些人就 去到宋朝 就将这个故事发扬光大 就不写《神徒旭女》之外 就写这两个唐朝的将军 秦庆和屈慈公 那你现在所见到 即你有机会见到那些门臣的联华 九成都是这两位将军 一个黑黑黑黑黑黑的 那个就是屈慈公 一个青凉白正的 那个就是秦庆 就千万不要贴错门臣 就是背对背 千万不要 那这个就是门臣 那个令到联华的产生 就是首先由屠扶 屠板 然后自治到 去印门神出来 宋朝 又出现另一个捉鬼的人物 这个人物其实是在唐代出现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宋葵 宋葵是唐代的一个官 宋葵的样子也是很肉酸的 就像屈慈公那样 不过宋葵他不是一个什么将军 他是一个文官 所以在宋朝人 你去到雅舍买紫画 去买门臣 有三种门臣 其实五种 一种就是老虎 一对老虎 一种就是一对公鸡 一种是古代传统的神徒玉女 一种就是秦庆屈慈公 第五种就是宋葵 宋葵两个左右贴住 各有各的公 你看他信谁 你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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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鸡老虎 信谁 怎不知 在宋朝的时候 竟然间有人 五种门臣都不信 我带你去看他信谁 原来在宋朝开始 衙门和有钱人住的地方 门口放了一只石狮子 石狮子在那里 那狮子和老虎独竹兽 你知谁赢了 狮子是吃老虎 是吧 那狮子进来中国 我们中国人自从南北朝开始 就发现了狮子原来很威猛 就叫它做辟邪 辟邪就守哪里呢 就守着那个墓地 所以去南京那些 那些南朝的皇帝墓 那条墓道 就很多古古怪怪 好像狮子那样的 神兽 有翼的 那这种叫做辟邪 其实是来自狮子的造型 到了宋朝 我们中国人都发现 那只老虎是不够狮子恶 就开始疑情别恋了 就不爱那只老虎了 那只老虎那么难画 那不如就弄一只狮子吧 那不如就弄一只狮子吧 那不如就弄一只狮子 但弄一只狮子或者狮子也很难画 那只要有钱人就可以请到 一个失意的书生羊穿囊 或者狮子 但又贵 所以普通人就不可能有只狮子 只要有钱人 那有钱人就为了表示他有钱 政府衙门表示他力量 强势 他就不画了 就雕刻了一只狮子出来 那所以在宋开始 我们看到南门大屋大户 门口放了石刻的狮子 或者铜柱的狮子 那这只狮子 就取代了传统我们中国人的守门狗 狗不够老虎打 所以却老虎或老虎 老虎不够狮子打 所以我们可以放狮子在门口 那由宋开始 我们中国人 就在狮子的颈上 放了一个铃铃给他 那这个铃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只狮子 给他一个神伏了 是给了一条 好像一只狗被狗带绑着他的颈 这个很有智慧 非洲的狮子没有 汇丰铃门口那只有一对狮子没有 是我们中人的狮子有个铃铃 这个铃铃就告诉我们 由一只凶猛的狮子变为一只狮子狗 这只狮子狗不是一只野兽 是一只家畜 我们中国人有牛、马这些家畜 竟然将狮子变为我们的家畜 做什么 做我们的门神 门神是一对的 所以他们又放一对狮子在那里 避免他们同性恋 就一只痴一只蝗 所以是一对夫妇的放在门口 也都希望他家庭齐齐整整 就给了一个寶寶的狮猫 所以这对母狮就留了一只狮子 那只红狮就玩着一个壽球 玩着一个球 为了这对狮子的家庭安安乐乐 守着我们的家门 因此这对狮子就放一个扑袖给他坐 所以你看到我们中国的铜狮、石狮 一定是坐在一个座上 那个座上面就是象征手法 黑了一些 诗绩品的图案 那些诗绩品就是古代的铜狮 你看我们多有人情味 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做这一样 所以狮子是衙门和有钱人大户 变为门神 普通老百姓就开始 狮子就只可以接受一元一张链链 去贴链链 从这一样东西 我们去到明朝的时候 发觉 这些大富有钱人家 除了门口放一对狮子 他对门都贴了一些连画 是什么 再不是钟慧 不是神徒玉女 是什么 和合二仙 就是两个笑笑笑的神仙 好像小朋友那样 或者两个仙女左右对称 你明白的意思吗 四大美人 或者两个漂亮的古典美人 就左右对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如果你眨眼看起来 他贴在门上面的人物 当然是叫门神 但你想想 四大美人怎么做门神 没有可能是门神 你叫西斯做门神 他自己都自顾不下 他怎么保护我 因此 到了明开始 有些所谓门神 已经没有了门神的功能 是什么 这些有钱人家只会用来做什么 装饰品 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令到我们这些坏鬼书生 又多了一条财路 因为可以画这些公仔出来 可以多画一些东西 就变为门神 所以到清朝的时候 一对对的人物 无论是男还是女 小朋友也好 动物也好 甚至有些是植物 即是左右一对莲花 你说莲花又门神 柳丹花又门神 他只不过是美化过门口 觉得人家的门口也贴一些东西 他又贴一些东西 这个你们就知道 就是说 如果一对门神 不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五种 而是其他 那个法力不高强 不是威猛人物 不是一只有神灵的鸡 或者老虎 那些就已经是后话了 后期的东西 是到明清以后的事 早期就只能看到什么呢 要是神徒一律 要是秦庆 不辞工 最多加上钟葵 所以我带你们去雅舍的film park 只能买到这几里门神 再来 这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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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 这 这 既然一張圖畫這麼便宜 老百姓就想起來 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可以買多一點 買多一點 難道馬馬貼在門上 貼到花輪 這些所謂的紙畫 是用一些非常粗賤的紙去印 否則他不會買一毛錢一元 五棟鞠 他的顏色是非常低賤的顏色 雙手有何摸一下他脫色 那麼我在二十年前 買了一張年畫 叫迎春節福 我叫阿春 迎春節福 見到我馬上有福 於是買了一張迎春節福 寫著迎春節福 是嗎? 買了一個胖一點的女孩子 旁邊有很多春天的花 就是買了一張海棠花很漂亮 標題寫著迎春節福 那不是很貴的 買了回來 因為二十幾三十年前 在香港買到很難得 因為這件事已經連畫 不流行 既然給我買回來 如珠如寶就傷了鏡框 然後放在家裡 有人來到家 就看到阿春 一定有福 為什麼放了兩年呢? 放了 由紅色就變了什麼? 什麼粉紅色? 沒有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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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了顏色 整幅七彩的迎春節福 只剩下一些密的線條 是不是? 變了灰灰綠綠啡啡 那樣 即是退了顏色的春塘 當然不吉祥了 趕快放進去 那即是證明什麼呢? 顏色粗烈 紙質粗烈 是不耐放的 那所以這麼便宜 那因為不耐放 就要換畫了 換畫呢 最低限度一年換一次畫了 所以後來叫做連畫 因為這些畫要換的 你長期擺呢 一張七彩就變了一張白紙 那所以呢 到一年之後呢 那我們要換了 那通常是過年換 春節換 但是有些情形呢 不需要春節換 譬如宗葵 宗葵捉鬼 宗葵很厲害 例如宗葵呢 捉一些毒蟲 端午節 五毒抽出來 阿屈辭公也搞不定 要找阿鍾葵出來 所以在古代 換阿鍾葵門神 都是五月去換的 五月呢 就是廚年裏面最毒的季節 尤其是五月初五 五月初五 一、三、五、七、九 是陽數 二、四、六、八十 是陰數 如果你把全世界的陰數、陽數 然後加起來 第幾多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就是五月初五 哇 好可怕 這個是我們古人的解碼 就是說五月初五 是集中天下的陰陽兩素 是宗王 所以所有生物 包括了毒物 毒品那裡 都走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五月節 要喝紅黃酒 好 古人 紅黃是毒品來的 以毒攻毒 所以古人喝紅黃酒 就喝了黃酒 可以披什麼 蜈蜈、百足那些毒 以毒攻毒 所以 我們換畫不一定是過年的 但通常是過年換 所以因此後來就叫做連畫 連這個作用其實是屬於和 和至旁 就是說我們的杜米修成 就是一連了 所以在古代的農業的社會 連是很重要的 因為代表最重要的那種農產品 杜米是修成了 所以就要換畫 那我正想說的就是說 不只是開門 因為很多老百姓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不是書架 我畫得不好 你把沙波冷餐碗碟碟碟碟 這個叫做碗架 不好意思 這個叫做碗架 那你們的廚櫃當然漂亮 又歐化又什麼化 在古人的碗架就是這樣 幾枝木頭搭了它 那你們吃飯 就在碗裡拿出來 去洗嗎 去擔水才可以洗 哪裏有井下很遠 是吧 那你說做個玻璃門 沒有玻璃的 做個木門 貴的 因此 用英文說是open 那怎麼做呢 就拿一張紙畫 遮住它 拿一張紙畫又遮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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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此呢 在古代來說呢 是 忽塵紙 遮塵 這個有實用 所以我們祖先好 它不是用一張普通白紙遮住 它用一張畫畫的 遮住它 很漂亮 遮住它 遮住它 就變成了 沒有塵 要拿的時候 揭開遮塵紙 就拿出來 但揭多兩端 那張紙會爛的 揭多兩端 那張紙會掉色 就換 什麼時候換 一年之後才換 沒有不值 所以一年之後才換 所以很多時候呢 這些紙畫呢 就貼了在廚櫃 這些碗架 或者 如果你真是想美化家 就這樣受性踢在牆上 不一定踢在門那裡 那這樣的用途呢 就令到紙畫呢 那個流通就更廣 就更多人買了 就是你信不信有門神也好 你要衛生 買紙畫 你要美化家居 買紙畫 因為很便宜 你買一張唐伯虎的話很貴 你買一張紙畫就可以了 還有好處是逼你換畫 每年換一次 人人都懂得去換畫 人人都有能力去換畫 去到窮鄉辟壤都可以買紙畫去換 那這件事呢 是對我們中國文化影響非常深遠的 那我們 再看看 紙畫的內容 還有一張 門神是一個信仰 原來門神是入於哪一類呢? 是早期在唐開始出現了一種紙畫 我們叫做紙馬 是什麼呢? 只是印了一個神像 那為什麼叫做? 紙當然是在這裡 為什麼叫馬呢? 因為我們古人認為 神仙行動得很快 跑得很快 飛又飛得遠 因此世上除了小鳥之外 跑得最快的動物 就認為是馬 所以這些紙馬呢 其實很簡單 一張紙上面呢 這裏就畫了一隻馬 做骨 不是七彩貼 就是用黑色的線去墨印 一張這樣的字 那作用在哪裡呢? 那作用在哪裡呢? 我們如果有一個信仰 這個信仰其實 忽子女是想自己保平安 求一切順利 那在古代來說呢 就要求祖先 祖先走了嘛 祖先一定保護我們的子弟 去哪裡? 去祠堂 所以一條村裡面呢 就和姓楊 當然有楊家的祠堂 那如果呢 我給我哥哥欺 我就有冤無路騷 走去祠堂 告訴我爺爺 我哥哥欺 對著爺爺的神主 拜一路 拜拜拜拜 爺幫不了我 一看一看 村尾原來有一間土地廟 那我就去土地廟 找土地工去救我 所以呢 在古時候呢 幾乎每一條村 不要說祠堂 祠堂是一個家族的設備 就是會有一間廟 所以廟呢 在現代術語來說呢 是一個心理輔導的技方 你不開心就再去拜神 其實大部分人不開心才去拜神 如果你開心都不記得了個神 你開心都不會去拜祖先 當然有些不妥才問問神靈保佑 那一不開心 有冤無路騷 去衙門就貪官要給黑錢 那唯有入廟 擺兩炷香就告訴天聽 告訴神聽 無論你是關公也好 無論是甚麼 總之你是神 就去拜祖 所以每一條村都要建一間廟 建廟要錢的 集資 你現在集資去維修屋也這麼辛苦 還要建一間屋 那間屋裡面又要買神像 要錢 因此呢 就要 那條村有實力 就建一間大廟 沒有實力 就建一間很小的廟 再沒錢呢 土地公也受了 找個土地公去拜祖 再沒錢怎麼辦呢 買一張紙 買一張紙 再沒錢就一毛錢買個造軍 一毛錢就買個齊天大聖 拜哪裏 更好 放在家裏 如果去廟 我還要走出去 拜神 我現在不是 日日夜夜都可以拜祂 只是買一張紙回來 所以紙馬也救活了我們的中華民族 如果不是很多人會抑鬱 這個最大好處的 最便宜的方法 可以把神買回來 如果可以拜祂 你五毫只可以買五個神 其中呢 我們說門神是重要 門神你已經買了 站在門口 第二個呢 第二就是造軍 每間家裏都有一個租 你沒有租 煮不到食物 無論你的租 放在一個很大的廚房 一個小的廚房 你必定有一個租 即有一個煮食的爐租 那所以呢 造 是代表了屋裏面的一個主要設備 而這個造 安不安全 是很重要的 如果造整天火燭 煮不到食物 造火燭 整間屋都燒光 如果造不聽話 怎樣 你煲紅豆沙變成綠豆沙 還有 還有 誰進去煮食 那個夫人進去 是不是 所以男人呢 就負責門口守住 貼個門神 但是女人呢 就是造就最重要 對他們來說 所以 一男一女一陰一陽 要拜的神呢 都已經齊了 好了 你最簡單 你沒錢就是門神 加一個造軍 這個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有特色 是拜一個造 那你知不知道廚房的神是誰 廚神 不是姓楊 不是姓楊 古代的廚神 是蟑螂 就是蟑螂 就是蟑螂 這個廚房沒有蟑螂 你哪有東西吃 這個廚房完全蟑螂都沒有 窮到沒有東西吃 都沒有人進 蟑螂都不進 你看 你要走路了 很有道理 所以古代 我們的祖先 是敬奉張樂 蟑螂 古代的貨倉的倉神 是誰知不知道 聰明 哇真的聰明 幸好不給你獎品 當當啟發了你們的想法 對嗎 古代的貨倉 倉神就是老鼠 貨倉沒有老鼠 沒有東西製的 所以我們中國人 真的 講得很大 一陰一樣 一靜一符 是沒有絕對的 我們對蟑螂有愛有恨 原來對老鼠一樣的感情 我們又想貨倉有老鼠 但有老鼠又咬我們那些 穀物 那要怎樣處理呢 唯有怎樣 買一張芝麻 貼著它 所以芝麻 可以說是早期的芝麻 是很簡單的芝麻 幾乎很多老百姓都會買的 有錢當然不需要買芝麻 根本可以買神像 是吧 建一個家廟 就是這樣 有五日遊 五日遊 七日遊 由歐洲二十日遊 又坐飛機 又坐輪船 老百姓 連個鄉下門口都沒有出過 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我小時候窮的時候去不到旅行 在街邊見到別人的月份牌 有一張是印著英國倫敦的街景 撿了它 就放在家裡貼在那裡 很好資訊的 沒有去過 但也知道倫敦是怎樣 古人一樣 所以壞鬼書生 就畫蘇州一間和尚寺 京師一個道官 哪個城市一條橋 畫了出來 賣給你很便宜 那我呢 一輩子沒有可能去其他地方 唯有一刀子 買一張這些景物的連畫 貼在那裡 這是第二類題材 就是旅遊風光 你有錢你做官 我到處去 我去不了 我唯有用這種連畫 去陶醉自己 生活的題材 生活的題材 風景 那支 原來有一張畫 是寫 北方的人怎樣去牧羊 這是生活的題材 原來那裡 杭州採茶是這樣的 採茶的景 又畫了出來 耕種 織布是怎樣的樣子 畫了出來 以前有些行業很有趣 那些畫家就畫了出來 印了一張紙上面 這就是紙畫 還有那些風景畫 異曲同工 是吧 就是等一種這樣的開眼界 那當然 我剛才說的那個是現實的 不現實關於生活題材是什麼 就是等於剛才所說的 迎春節福那類 畫一個小朋友 抱著一條大鯉魚 年生季子 就是想生兒子 是吧 然後呢 就說 勉強跟信仰拉上關係 福六壽三聲擺在那裡 是吧 就是想多福多壽 我曾經說過 就是說 松鼠加菩提子 就是什麼 就是百子穿孫 因為菩提子就是最多果實 松鼠呢 鼠就是子醜人貌的子 變成松鼠就可以寫作松子 松子 你用普通話讀叫松子 就送兒子給你 家抽菩提子 就是你有很多兒子 這些就是吉祥的題材 最重要的一件 最重要的一件 其實不是重要的 如果是連畫這個次要的 教育 印了這張畫 可能你看得不清楚 叫老鼠嫁女 老鼠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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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很厲害 倉的神就是老鼠 老鼠真是自以為很厲害 老鼠嫁女 老鼠大爺 就生了一個女 那他想個女 嫁給天下間最有權勢的東西 那他認為呢 咦?最有權勢的東西 最有法力的東西是什麼呢? 太陽 所以問太陽 不然說你為什麼 你還沒想我女兒嫁給我 因為你這麼猛熱頭 令到大地都有光 不是啊 一塊烏雲已經借了我的光 咦?是的 於是鼠老爺又問我 阿烏雲,不如我把我女兒嫁給你 阿烏雲說不是啊,你想想 溫代風姐來的時候 阿吹 我救魂就沒有了 於是 阿風少爺又厲害 又想嫁給阿風少 風少爺說不是啊 前面那一棵高的牆 已經遮住我就不封了 我走不過去 一碰到那一棵牆就散了 又對啊 那不如把我女兒嫁給你這棵牆吧 風少爺說 你開玩笑嗎? 我快想了 為什麼? 這棵老鼠在下面 蓋了個洞 變了危牆 所以最厲害都是老鼠 是不是有道理呢? 老鼠爺爺爺說是啊 原來全世界最厲害的就是老鼠 但是他聞 聞了那些香蕉 其實你是不是害怕我鼠老爺? 不害怕 我害怕什麼? 害怕一隻貓 因為我個個都害怕一隻貓 那鼠老爺說對啊 原來我們個個都怕一隻貓 不如把我女兒嫁給一個貓吧 因此那張畫就寫著 一群老鼠抬著鼠小姐 就送鼠小姐去貓老爺的家 那貓老爺當然說 好啊 你找鼠村金嫁我沒問題 所以那一天每一年 就是 每個人都買了一張年畫 就表示老鼠嫁女了 很開心 其中 就一幅畫裡面 就寫了一隻貓 那隻貓就擔了那隻鼠千金 結果什麼呢? 就是老鼠送上門 就被那隻貓吃了 那這隻貓呢? 明不明白? 不明白啊 孫子 好像我騙你們這樣 不明白 那老鼠嫁女 在古代來說 就是一個很流行的題材 那這個嫁女 可以說是吉祥 亦都可以不吉祥 嫁女是一個吉祥 的場面 但是結局是什麼呢? 是悲慘的 所以做人要小心 宋朝的歐蘭 很流行 造氣 但是宋之後呢 蒙古人統治中國 蒙古人統治中國 整個中國的社會 就走下步 變成繁華的景象 一下子就沒有了 很多漢人 尤其是那些讀書人 很慘 大家知道了 讀書人的地位 僅優勝於黑概 九如十概 所以在元朝的時候 讀書人 就要創作 寫什麼呢? 寫一些憤怒的題材 不滿社會 也掃說社會那種 不健康的情況 關漢卿 王實虎寫很多劇 演出的劇 原曲 填了很漂亮的詞 這些劇 就是在歐蘭上演的 好了 你們有錢交團費 我就帶你們去參觀歐蘭 很多鄉下的老百姓 沒錢去歐蘭 他知道 有超坤出塞這部劇 他知道有六月飛霜的竇河淵 他知道 有楊貴妃的長生殿 完全知道了這些歷史上的悲劇 但是對他們來說 是很好的劇 他們很想欣賞 沒有錢去欣賞 怎樣? 於是又有人 將這些舞台劇上面的場面 畫了出來 就變成紙畫了 這些紙畫 所以後來 為什麼叫做什麼呢? 所以我小時候 我很小了 五十年代已經去戲院了 如果還沒出生 五十年代我去戲院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說 堂仔我今天帶你去戲院看畫片 看畫片就是這些 不是看戲 看戲買票入場 沒有錢 戲院看劇照 所以當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些所謂劇照 就是畫片 你現在去戲院連劇照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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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上網上刷幾個名字 這就是另一種文化 是吧? 但是以前來講 就是舞台上那種情景畫了出來 這就是畫片 那你沒有錢 不要緊 貴一點 兩毛錢買一張畫片 跳在哪裏 跳在家裡 當然不跳在門 門就是門神 跳在牆那裏 跳在牆那裏 我五十四點多鐘 從田回來的時候 很辛苦 我擔心沒有聽的椅子坐在那裏 看著楊家將 一路看一路流眼淚 因為我又姓楊 楊家將 那張畫片 沒有機會看楊家將這場戲 但是看著這張畫片 就可以欣賞到感受到 楊家將這個劇的情節 那為了要打動這位楊先生的感情 所以一張這麼簡單的一張紙 就要將整個楊家將的故事 全部擠進去 怎麼擠呢 所以 古代這班畫片的技師 就創立了一種新的題材 就叫連環畫 在一張畫片上面 畫了十格 第一格 就寫 楊寧宮 怎樣取蛇取花 第二格 跟著 宋太宗 被遼皇帝騙了去歐洲 港王 但是楊寧宮楊葉 就要他的大仔楊大郎 假扮宋朝皇帝去赴宴 結果大郎 被遼將軍刺死 二郎 抗戰 不敵敵人 自敏而死 三郎 走出去敵營 但是被亂馬踏死 四郎 去了哪裡呢 就被人逐了 那番幫公主嫁了他 五郎走入和尚寺 遁跡空門 七郎 走出去沙場 被亂箭射死 最後 楊葉 為了要補駕 辭退 蛇取花 走了去救皇帝 結果孤軍打仗 所有兒子死了 死證據 都打不到 撞死 石碑 來令碑 十格故事 每一格寫了楊家的公言 但是全家死了 這個是楊家像 楊家像這個故事 教育 中軍外國 這些是盲中 中軍外國 是一個娛樂 將這個戰爭場面 這個複雜的情節 是一張紙畫出來 厲害 所以去到明朝 清朝 我們看到一張紙 是將整個故事畫完 唐伯虎點秋香 他怎樣騙了秋香 十幅圖畫出來 一張紙寫完 更厲害是甚麼呢 三個劇可以放在一張紙 桃花園 桃於明 走了去世外桃園 一個劇 第二個劇 駱昌公主 駱昌公主是陳朝公主 陳朝公主 嫁了個姓徐的駒馬 但是被徐 即是我們姓仰 打吧 打到駱昌公主 就要跟駒馬爺分散 告訴駒馬爺 將鏡破開兩角 每人握一塊鏡 希望將來有破鏡重圓 不聽過 好像很美麗的 很浪漫的愛情 這樣說駱昌公子 哎呀 真是這個 緣分 此乃緣分也 任劍徽都這樣搶 竟然間碰到一個聖楊的將軍 聖楊將軍 明知道她是前朝的駱昌公主 但是喜歡了她 喜歡了她 那就追求一下公主 他說 公主的駒馬都已經失蹤了 不要擔心 你嫁給我 於是駱昌公主就嫁了楊將軍 真是天意龍人 最後破鏡重圓 真是糟糕 你是導演怎樣試過 隨駒馬 現在兩塊鏡合起來 見回公主 但是公主旁邊有一位楊將軍 一個前夫 一個後夫 已經有了子女 怎麼辦呢 所以一張連畫 就畫了出來 這個女孩叫做駱昌公主 這個將軍叫做楊將軍 這個普通書生就叫做徐富馬 楊將軍旁邊有個小孩子 就是楊將軍和駱昌公主生 破鏡重圓 是一個浪漫的愛情 但是結局是悲慘 為什麼 因為導演最後就告訴我們 駱昌公主是自殺而死的 他要對得住兩個男人 一個徐富馬 一個楊將軍 這個是封建社會的愛情 亦都告訴我們 高貴如公主 都有這樣的慘淡的收場 所以在一幅連畫那裏 既有娛樂 亦都寫出了一個教育 中國四大美人 中國四大美人 全部在連畫畫出來 中國四大美人 我們中國人認為 最漂亮的四個女孩 全部是虎名 雕蝎自殺死 黃昭君不得到她的愛人 還要去投身於一個 她不喜歡的皇帝 楊貴妃 她的愛郎 做了皇帝都保護不到她自己 都要自殺死 所以西施一樣 告訴我們 美麗 是等於痛苦 這些四大美人 有皇帝保護 有這樣的背景 最後都是慘淡收場 所以紅顏未必是禍水 但美人是拼命的 這個是教育美 陳世美不認妻 寫了出來 鬥鵝冤 寫了出來 全部都是在劇裏面 用繪畫手法 不是表演出來 是畫出來的 這個全世界沒有一個藝術 是好像我們中國連畫 是表現到這麼生動 是一張這麼便宜的紙 用這麼便宜的銀色 用這麼便宜的錢 是買到一個劇本 買到兩個劇本 買到三個劇本 是看出十場戲出來 而你是每年都可以去換這張畫 所以 到道江 就告訴我 是連畫 去到晚清 中國政府 被人嚇得多 全世界人都欺負我們中國人 深深體會到 藝術是為政治服務 所以到晚清的時候 他容許 他容許 民間 畫任何的話 你說學術自有 晚清有 十九世紀中葉 中國出了一本奇書 奇奇怪怪書 這本書令到全世界都驚訝的 這本書叫做《紅樓夢》 《紅樓夢》裡面的內容 在當時的封建社會是什麼 是色情的 所以當時的清政府 禁它 禁它的內容 但是裡面的情節是很複雜 所以現在也有所謂的紅樓 這件事 那些壞鬼書生 當然要畫 十二美人 什麼美人 又代玉壯花 什麼都畫了 劉魯魯入大觀園 全部畫 整本《紅樓夢》 我可以畫了二百張畫都可以 多少題材 畫 清政府不禁 是禁書不禁畫 這件事就看到 清政府一個腐敗的政府 是做了一樣 對人民有利 是令到一本文學巨著 能夠用另一個手法 告訴每一個角落的老百姓 你不懂字 不懂看《紅樓夢》 但你可以懂得看這張畫片 這是最寫的 1883年 江水 江水元年 1875年 1883年 法國人 法國人 打越南 越南 越南是我們 中國政府的保護的地方 於是中國的海軍 統領叫劉永福 就去越南 去打法國軍隊 劉永福 那支旗 是黑色的 所謂 黑旗將軍 劉永福 打贏了 於是我們就可以買到一張畫片 是寫 黑旗將軍 劉永福 戰勝法國 這個法西斯主義 畫了出來 這張畫不是現在畫出來 是江水時候畫出來 很重要 當時沒有電視 沒有心機 什麼都沒有 這種戰勝的訊息 怎樣帶給民間 靠畫片 畫了出來 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 原來我們中國人都可以打勝場 那 由這個政治的作用 去到清末民國 政府 告訴我們民眾 其實晚清政府也好 民國新政府也好 社會要改革 因此 他就鼓勵很多畫家 去寫一些新的建設 大的火車站 女子學堂 上海的街景 穿旗袍 穿西裝 穿唐裝 是寫出 上海一個 東西文化交流的商業重點 這就是 表現了晚清至民國 這種新氣象 就是寫出一個特別的題材 這些題材 就等於我之前所說 寫一個蘇州的和尚子 一個北京的道觀 一樣 不過那些是傳統的景物 但是到後期是寫這種 新的地標 新的人民生活 這就是政治和藝術跨了牛 我們看到 這件事 演變到後來 其實不單止我們中國政府 全世界政府都在用同一個手法 這個手法用英文說 叫做poster 海報 是將同一種東西大量印刷 大量印出來 是一個宣傳的伎倆 當然 現在的poster 現在的海報 印得很漂亮 但是 我們傳統的年畫 也都是印刷品 但是它的印刷技術 和今時今日比較 是兩回事 了 是這裡的 尖書 如果一個版 只是印一個墨色 淡鏈主色是墨色 就是黑色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些纸码 就是神像那些 主要是一个黑色 如果你要套多颜色上去怎么做呢 就黑第二个板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为什么了 你譬如 这个眼耳口鼻是黑色 如果这一顶帽 如果这一顶帽是蓝色的话 变成这顶帽就要黑一个板 这个板就印蓝色 就不是印黑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此类推 在中国的年画里面 基本上就有这四个色 就是说最低限度 如果你想套色有四个板 红黄绿子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中国传统的年画 多了一种颜色 是很有趣的 这种颜色 很多地方都是出现的了 在年画界里面 这种颜色叫张丹 你猜猜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 深红色 深红色 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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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多几个说 你一定猜到的了 没有奖品 我们中国人画画很少用橙色 但是在年画上面 很多时候有橙色 就是这个张丹 是很特别的 可以说这个橙色是最贱价的色 最贱价的色才放上去 你现在以前那些厨房里面的茶煲 药煲 水煲 煲仔饭那一煲 是什么颜色 是啡色的 是啡油 啡油是石湾最贱价的油 是和港草提炼出来的油 所以一烧出来就是啡色 你要便宜吗 最贱价的油 你要买一个白色的茶煲 便宜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就是套色 但是 很坦白来说 你在古代的手法 完全什么的图像都是套色 是用个板印出来是不行的 例如什么 眼耳口鼻那种眼神 这样很多时候是一半套色 一半是手绘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印了个浪 然后就逐笔逐笔加上去 尤其是 就有两个大家都知道 最出名的年华 中芯 这两个地方 苏州桃花 我们讲的人都读奥 桃花 乎 水虎转的乎 和天津的阳柳青 那它的人物怎样呢 好像做大器那样 这个有胭脂 有粉 这些 就未必是可以用一个板印出来 就怎样呢 用人手去加粉 开脸 叫做 开个花脸 就是画出来 那 你如果留意到 有机会留意到 传统的莲画 很多莲画 旁边 譬如这幅莲画 如果它是长方形 那你旁边 是有一些花边的框 那这些这样的莲画 很多时候 就会做什么呢 隔尘 就是忽尘子 其实 因为长方形刚刚好 就可以黏住碗柜 碗隔 所以这一条花边 就变成了 总之是一个框 那 因为我说过 莲画 就 要用一个很有限的地方 画最多东西 所以 莲画不同 普通我们看到的 国画那种取材 一张画枝里面 它是将人物 它的样子 直接 填满了 四个角落 因为 我做老化学 当然要买多些颜色 多些公仔 所以一展画 画 就布满了 全部 那 那当然每个地方 有的特色 天津 苏州 有钱地方 顾客 是有钱的 所以 它画的年画 七彩缤纷 还有十足 舞台上面那些 这样的 花旦 小生 很漂亮 装扮一模一样 但去到北方 华北 开封 偏远的地方 它就很粗绰 线条很粗绰 颜色 也很外板 那你感觉到 那种风格是不同的 因此 就是其他地方的年画 在艺术上来说 相对是差一点的 那我们广东佛山 亦都是出名做年画 就是那些佛山的门臣 我怀疑呢 我现在手上这一张门臣呢 我怀疑呢 就是佛山的 那你见到呢 这个是张金色 橙色 这个是佛山 那很多时候呢 它要整个舞台剧 最重要的表情在面上 是吧 那因此很多年画的人物呢 那头部是夸张的 那如果在比例来说呢 就是头大 身不大 在比例上是不现实的 但是因为呢 它要画个头大 能够眼耳口被清清楚楚 表露了出来 那这些呢 就是年画的特色 那杨柳青啊 这些著名的年画制作品呢 譬如他做那些什么剧 什么剧的舞台剧呢 他很多时候画一个背景 就是报警 但是有些穷的地方做的年画呢 是没有报警的了 即是画两个人出来 甚至一个人出来 那你看到呢 就是 中国年画的艺术 不是集中一两个地方 在北宋 为什么我一直提到 去印书的中心 因为我们中国人 从印书的行业 是啟发到 印图画出来 那这个印图画出来 当然后期的书呢 是有插图的 书上面的插图呢 亦都是版画 因为书本身是一幅 版的印图 印图品 不过呢 连画呢 就不是一本书的形式 是一张画片 是一张贴画 它可以写文字 好像这两个文字 甚至 很多些 戏台 在舞台剧上面的画面 就是我刚才也提过 这个叫秦香年 这个叫陈世美 什么什么什么 就怕死你不明白 那都写了 这个就是杨大郎 这个是杨四郎 都写了出来 以致到好像刚才 我把老鼠嫁女 怕死你不知道这个故事 就将整个老鼠嫁女的故事 全部写出来 那就是说 你懂字可以看字 你不懂字 就看公仔 知道了什么一回事 那所以 在印刷的技术方面 是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发展 由宋一直到明 那个套色很成熟 尤其是到明 现在你说版本学 宋朝的版本 全中一流 是很难找的 非常矜贵 其次的版本 不要提元朝 就是到明版 明代的版 明代末期 因为手工业发达 我说过瓷器什么都手工业发达 所以明朝末年的印刷 是另一个高峰 所以明朝末期 可以出了这么多 现在流行的小说 《四游记》 《三角演义》 《红柳梦》 《清朝》 《杨家将》 《封神榜演义》 全部都是明末清初的 为什么可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因为明朝晚期的印刷业成功 整个年画里面的内容 你看到 原本是一个信仰 一个宗教信仰 是求神拜佛 永保平安 是这个信念 由屠服的信念 产生了印刷 满天神佛 到后来 就演变了一种旅游的景物 跟着 我们要娱乐 就要做了一场长的 舞台剧的画面 就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 看很多年画 就应该要去欣赏这些舞台剧上的画面 因为这些画面 是构图复杂 和它表现的手法 也都层次不同 故事更加耐人尘味 但是 几乎所有的场面 虽然是一个吉兴的时间 是每年的春节去换画 但是这些这样的剧上的画面 大部分都是悲剧 梁山八月足英台 是悲剧 唯一稍微是一个喜剧 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谁呢? 只有唐朝人做出来的 唐朝人只可以 男人够胆 擒个墙去见美人 嘴吹嗡嗡 西商忌 所以为什么以前 老百姓这么喜欢西商忌 因为西商忌的结局 是欢喜的 千金小姐 最后都可以嫁得有情 靠谁呢? 靠一个完全不重要的人物 在社会上最低微的人物 就是个红娘 是个妹仔 中国人的男女的爱情 是靠一个妹仔的撮合 是可悲 亦都可喜 所以我们今次的展览 是摆油画 油画 在西方传入来 油画 一幅油画 可以保存 几百年 我们中国人一张年画 只可以保存一年 西方人的油画 很漂亮 可以画得很精彩 可以画到一个实景出来 但是它的材料很贵 中国人的年画 便宜价的纸 便宜价的银料 便宜价的画工 便宜价的钱 便买到一生人的幸福 这就是我们中国年画 和西方的油画最大的分别 但是两者都是出色的艺术 中国年画 真是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民间工人 如果我们真是深思去看 我们中国这一千年的年画 是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香港要重生 要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要继续富强 要读中国文化 这是我今次最后一句话 多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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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tantive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